当然也可以是噩梦 今天我们就来让一个人的婚礼变成噩梦 谢谢 我知道这个掌声不是为我想起的 是为我的新人想起的 女士们先生们有请新娘闪亮登场 你是哪位 你不认识我 我就是你 像吗 我就是你心里最真实的那一面 我终于看到我最真实的那一面了 我来不是别的事 你赶紧跟我走 知道吧 就是要来不及了 快快快 不是不是 你听我说 今天是我的大喜的日子 我还不知道你大喜的日子 你这个 你是不是要娶一个比你大的女人 对 你心里最真实的一面是你不适合姐弟恋 走走走走走 我自己还不知道我自己最真实的想法吗 我为什么不适合姐弟恋 我跟你说啊 你是艺人 你是名人 你娶一个比你大的女人 你受得了那种非议吗 我绝对不是第一个娶比我大的艺人 但是他们现在也没有什么好下场呀 但是我相信我会有好下场的 我要证明给大家看 我可以娶一个姐姐 不是 你这样的话 你以后别人说你被人包养怎么办 我觉得是这样的 我可以用我的真爱来证明 我不是被包养的 哎呦 不死心是吧 我不死心 下面就用一套非常科学的science的方法 证明 science 你的心 我的心 你的内心深处你是不适合姐弟恋的 那你用什么方法证明 你试试看吧 心理测试 OK 好不好 首先请问 以下哪个选项让你觉得最有安全感 A枕头 B 娃娃 C 手机 请费答 手机 错 正确答案应该是D 姐姐 你没有给我姐姐的选项啊 姐姐这个选项应该在你心里啊 心里都没有 你怎么会适合姐弟恋呢 走走走走 等一下 等一下 你们这个是给她的掌声吗 难道你们不希望我可以迎来这位姐姐吗 他们当然不希望了 还要问 真的 好的 D 胡椒粉 可以吗 你再给我一个机会 再给我一个机会 好 再给你的机会啊 好啊 以下 几种食物 你最喜欢吃哪一种 A 冻豆腐 B 臭豆腐 C 老豆腐 请费答 我这一次 我学乖了 嗯 D 白豆腐 哦 你喜欢吃白豆腐啊 白豆腐 回答错误 姐姐吗 当然是老豆腐了 白豆腐说明是年轻的白富美 说明你还是不喜欢姐姐 咱们走吧 错错错 你太不了解我了 白豆腐跟我有不解的渊源 哦 还是不死心是吧 我不死心 再来一题 请问 通常人讲 女大一 爆金机 女大二 爆金块 女大三 爆金砖 女大四 扶寿制 女大五 塞老母 请问你即将取的这个女的 大六 说明什么呢 女大六抱我 女大六就什么都有了吗 回答错误 又错了 女大六 说明这个姐姐 上研究生二年级 哈哈哈哈 我说你冷不冷啊 你想他已经是女硕士了 过几年就是女博士了 你要取个女博士啊 我求你了 你别在这砸场子了 行不行 不是我砸场子 他马上就要来了 你在这你看你穿成这样 他根本就来不了 你知道吧 他怎么了 因为你的所有亲戚朋友 都对你们这段婚姻 进行了诅咒 阻碍就阻碍吧 还诅咒 我们来看看诅咒 老牛吃嫩草这种事 也只有你们这种 危惧死伏的中间妇女 才看得出来 你就不怕传出去之后 丢了我们刘家的脸 你背后指使她呢 是你这个坏女人 让她变成坏男人的 你死了这条心吧 我是绝对不会认的 你别叫我妈 那你说怎么办吧 你说词 我觉得你说的这些都不重要 我就是要跟她结 而且姐弟恋 也是可以很快乐 很幸福的嘛 这我的词 我觉得你说这些都不重要 我就是要跟她结 而且 姐弟恋是可以很快乐 很幸福的嘛 那么 到底有多快乐 多幸福呢 请看5月22号 即将在东方卫视播出的 由严妮和胡歌领衔主演的 生活启示录 哎呀 怎么样哥们 咱们这个打戏巧妙不巧妙 太巧妙了 这是我预见过最巧妙的打戏 是不是 不愧是80后好兄弟 就是就是 其实这回演这个我想 不光我开心 你们也比我开心是吧 因为我们好久没见到你的作品了 是 真的是 消失了有两年吧 有一年多吧 因为我我我去演话剧去了 是为什么呢 呃 话剧舞台特别锻炼人 就像王老师这样 他就在伦敦自己租了剧场 在里面演莎士比亚 所以说一个已经很红的影视明星 开始演话剧就是成为戏骨的前奏 谢谢 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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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有的时候经验是不一定可以套用的啊 希望你可以套用啊 对 我我我 这我们这是个前奏 是没一个美好的愿望 对 总总是一个好的开始 是是是是吧 不过还是 还是大家那个粉丝的心情 看到胡歌回来 电视上跟我们见面 大家是不是非常的开心 是不是 非常的开心 那么就让我们一起期待 5月22号准时在东方卫视播出 胡歌领前主演的生活骑士录 谢谢